房子买了吗 就是没有啊 就是投资亏了 就是担心这个问题啊 上次本来我去买房的钱 然后就投资它嘛 是不是 这么听起来 好像你们俩没感情啊 就赔点钱就离婚 赔点钱就想分手 那感情在哪儿 你们俩感情好吗 平常 平时感情还好啊 还好啊 是啥意思 其实也没啥 就是他喝了一点酒 就是那样 平时他就喜欢喝酒 你像他们做工业的嘛 然后就三天两头 出去喝酒啊 请客啊 这些 我有时候忍不了 他现在不是不做这行了吗 他以前朋友也在啊 是不是 所以你当时跟他复婚 是因为什么呢 怎么说呢 他对我比较好嘛 然后也比较照顾我 平时我有什么呀 然后他也是比较 提醒我 关心我 家里面等于 家务事他做吗 做 挣的钱都交给你 对 孩子他管不管 平时在家也管 所以说基本评估 这个男人还行 只是说做买卖的时候 脑子比较糊涂 你觉得他是做买卖的人吗 他做买卖怎么说呢 就是太耿直了 评价一下你妻子啊 你老婆是不是特别爱财呀 给我们的印象 至少给我的印象是啊 做个买卖赔了就把我踢出门了 你说就跟我离婚了 你说 她是那样的女人吗 女人嘛 肯定是怕没得安全感 我们平时都没有这么吵 就是出去做生意的时候陪着 老婆好在哪儿啊 做家务啊 带孩子啊 我就是看见她 在上班啊 又辛苦 我就想多赚一点 让她轻松一点嘛 好 这个从认识到离婚 再到复婚这么多年来 这小子没在外面有外心吧 没有 确定吗 你说得那么不确定吗 有吗 然后我就不知道 她当初也肯定跟我说没有啊 是不是 有没有啊 没有 所以其实做妻子的 还是相对比较信任的 对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 只要我守住我的钱 万事好商量 只要你碰我的钱 我就跟你离婚 是这意思吗 那还是没有这么严重 要看什么 要还是要分什么场合 这可就麻烦了 没标准 也是靠情绪来判断的 哄好了给 哄不好就不给 是这意思吗 也不是这意思吧 她要想做事 是不是 钱就在我这里 然后不可能说 我做就做为她老婆 是不是不可能不支持她 她有时候做得不对的时候 我肯定要指责她 肯定不支持 那你们这次来是为啥呢 我看你们夫妻通情达理 彼此理解 你们先来干嘛呢 她也现在就是想投资嘛 然后我就是怕重蹈负责 就是走一些老路 这可麻烦了 女生的意思是说 她会不会同找覆辙 你们给我看一下 她要重蹈覆辙了 我就不投了 她要不重蹈覆辙 我就投 是这意思吗 你们压力可大了去了 什么时候你变成 投行的专家了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确实你们两个人 当年因为生意失败 引发了婚姻失败 婚姻失败 你们哪里跌倒 哪里爬起了 我表达祝福 但是生意失败 她是不是可以 哪里跌倒 哪里爬起 因为生意 是有风险的 一旦您进入这样的风险 无意当中 也把你的妻子 架到了风险的 站车上 所以她担惊受怕 我认为妻子 反对你 更多的是珍惜 你们的婚姻 和来之不易的 再次重组的家庭 在她的内心当中 感受到生意 一旦出现了风险 她有点承受不了 因为这个试错成本 有点高 所以我对妻子 是表达我的理解 当然 您雄心勃勃 问题是 你们现在的经济状况 家庭状况 你没有这个资本 虽然有了几万块钱 但这几万块钱 它维系着 你们的家庭 你们的婚姻 甚至是你们的情感 危机也由此而来 您的妻子 就是过普通的小日子 过好小日子 它同样是好日子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更多的倾斜于您的妻子 倒反而劝您 为妻子多想想 让她不要担惊受怕了 好吗